人死了,为什么称之为归天呢? 通常若有人死了,就会说去世了。 但是究竟会回到哪里呢? 若在词典中查找归这个字,会发现其定义为返回,回到本处。 举例来说,有一个人从家出发去职场上班, 下班后去了超市,这时去超市可以用归这个词吗? 不能,那个人结束工作回到家时,才可以使用归这个词。 像这样,归这个词只有在表达回到原来的地方时,才能使用。 但是人死了就会说去世了,回去了。 也就是说,人原来存在于某个地方,死后会重新回到那里。 只有找到我们原来所在的地方,才能找到要回去的地方。 为了了解这一点,我们必须要知道灵魂问题。 人是怎么被创造的呢? 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,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,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 圣经有这样的记录,上帝结合了尘土,即肉体和生气,即灵魂,创造了人。 像这样,活着的人是肉体和灵魂结合的状态。 人死了会怎么样呢? 传道书十二章七节。 尘土仍归于地,宁仍归于次灵的上帝。 圣经这样记录了,人若死了,肉体和灵魂就会分离,并回到原来的地方。 尘土,即肉体,原来出于地,所以归回土地。 生气,即灵魂,是从上帝所在的天上而来,所以回到上帝那里。 像这样,我们的灵魂原本是与上帝同在的天使。 我们灵魂的故乡是天国。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。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,是寄居的。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,就是在天上的。 圣经称人生是客旅,是寄居的。 外国人是其他国家的人,客旅是离开自己故乡的人。 也就是说,我们生活的这地球不是我们的国家,不是我们的故乡。 我们的故乡原本是天国。 但是,我们为什么来到这地上了呢?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。 人自来,为要寻找、拯救失丧的人。 耶稣从天上来到这地上。 但是,说来这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呢? 为了寻找失丧的人。 为什么丢失了呢? 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。 我来本不是赵一人,乃是赵罪人。 这里说为寻找罪人而来。 我们在天上犯罪,来到了这地上。 我们为了想要重返天国,必须要得到赦罪。 如何得到赦罪呢? 以福所书,一章七节。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,顾饭得以赦免,来是照他功夫的恩典。 我们借耶稣的血,才能得到赦罪。 那么,借耶稣的血,得到赦罪的方法是什么呢?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九节。 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,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言习。 耶稣拿起饼来,祝献了。 你们拿着吃,这是我的身体。 又拿起杯来,祝献了。 你们都喝这个,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。 会多人流出来,使罪得赦。 借耶稣的血,得到赦罪的方法,就是遵守逾越节。 遵守逾越节,得到赦罪,才能够回到灵魂的故乡,天国。